Hiii,我是Chili 我發現我開了這個頻道這麼久 其實都沒有拍過一些關於音樂人的題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在Youtube頻道有一個About的項目 如果你按它就會看到這個頻道有多少錢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音樂人 但是我看了我的影片 純粹是回憶我拍過的影片 我真的很少說音樂的東西 或是說音樂人的生活 很大程度是因為疫情開始之後 我在音樂上的工作的確是少了很多 疫情之前我又沒有這個頻道 所以就變成這個基本上就是個原因 為什麼我很少可以拍關於音樂題材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我分享日常 而音樂這件事在我生命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日常 以及一樣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我是時候要分享一下音樂的東西 這條影片就是 你看到我旁邊有個個案 我就是想拍這個 What's in my clarinet case 很多人都拍過 What's in my bag What's in my mama 這個 What's in my clarinet case 可能是比較特別一點 我都希望大家會喜歡看這段影片 除了看我分享我在倫敦日常的生活之外 可以了解一下我的職業是什麼 以及關於音樂的人的東西 首先就介紹一下這個盒子 我這個盒子就是一個叫M.B.Marcus Bonner的一個牌子的Clarnet Triple Case 就是一個黑色的盒子 有兩條背帶 就是背囊背在背上 這個牌子的盒子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也可以把不同的布配搭不同的顏色 你不一定要純黑色 但我自己覺得黑色比較專業 而且黑色配合任何衣服都會配合 如果你可能搭配合五眼六色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很難穿衣服 這個盒子也是一個時尚的一部分 Anyway 這就是一個黑色的M.B.D. Triple Case 顧名思義 就是有三支Clarnet在裡面 待會我再介紹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 就是有一個外層的一個袋子 隔層 這裏中間有一層就是這樣開出來的 這裏可以用來擺泡 擺你的紙張 擺任何東西都可以 現在就沒有任何泡在裡面 沒有任何紙在裡面 因為暫時都還沒有需要 要帶泡出街 但是之前我讀書的時候 或者是COVID之前 可能要出去表演 出去表演 出去 出去 的話 就會放在這一格 那 最大的那一格 稍後才開來講 因為裡面就是 樂器的所在的位置 然後這裡就 有些鎖匙扣 那就是 就是鎖匙扣 然後這裡 在這個 首抽這個 第一我就夾了一個髮夾 這樣 因為我吹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 不喜歡 頭髮掉下來 遮住眼睛也好 然後突然塞在鼻子也好 或者不小心 不知道 隨便有什麼情況 我就會夾好頭髮 所以長期都會有一個髮夾在這裡 那 基本上就是 就是 這個外表上就是這樣 剛才就說了中間 這架是用來擺抱 那這架小的 這架就是有什麼呢 我就可以 逐樣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就是一些 我在練習 和練習 的時候 要用到的一些 裝飾 第一樣 就是這個 Tuna slash 這個 Mashlum 就是 一機 二用 你就可以 用來調音 亦都可以 開拍自己練習的時候 那 就是 這部機就可以 搞定了 然後 就有一個 這些 小小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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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就是一些 小小小的 小小的 因為有時候 垃圾 垃圾 的時候 中間的水槽位 可能會有些乾 那 我們就要塗一些 這些 令到它 用一些妝垃圾 這樣 那 這一隻 就是我用過最好用的 小小的 小的 就是 這一隻牌子 那 我就 不讀它 那 你們 我會打回 可能放在 描述箱 那 這一隻 我是在 我哪裏買的 我有一年去 日本旅行的時候 在一間 music shop 找到它 嗯 很搞笑 但它其實是 Switzerland 那 那 對 但我是日本買的 Anyway 就是這個 然後 這裡 有一個 叫做 Powder Paper 還有 Clean Paper 的東西 那這個 我現在 不會詳細多說 那我呢 會在 另一條片 才會再說它 因為這個 如果 跟 Clown 一起 說的時候 才會比較 容易明白 那我就 暫時不說它 那 那 然後呢 就是有兩個 這些 這樣的 沾沾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 其實呢 這個就是 一個Clown 的Stand 那你就可以 這樣 開出來 那你就會變成這樣 那你就轉回它 進去的時候 那它就會變成 一個 的 一個 款 那你如果這樣 坐落地下 你就可以 放一支Clarnet 在這裡 它就可以 動高它 那這些Clarnet 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用到呢 那就是譬如 在Orchestra 吹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 有機會用到 不止一支的Clarnet 可能 要用兩支 甚至乎有些歌 是 要用曬三支 那樣的 那就需要 不斷轉來轉去 在吹的過程之中 那所以就 需要有這些Clarnet 放在旁邊 就可以方便我們 放Clarnet 也可以方便我們 去替換 那然後呢 就有一個 索性的一件東西 那其實呢 裡面是什麼來的呢 我就 不開出來 但就很容易解釋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嗯 雨袋來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這樣叫 那就是 你知道 之前在荷蘭也好 現在英國也好 那這邊的天氣呢 都比較好 那 就經常 都是會下雨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為了 保護這個Case 和保護我的樂器 那如果下大雨的時候 就不會想 有水沖進去 那我就會 長期都有這個 雨袋在那裡 那就可以當下雨的時候 當然小雨的時候 就不需要怎樣用到 如果真的下大雨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會脫掉這個 那就可以保護整個Case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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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有一支 這個 透明的指甲油 那呢 就不要以為呢 我在那裡貪美 要做什麼 那其實這個呢 都是 用來一些 保養上 或者維修上 是用來的 是用來的 會鬆的 那呢 有時候 如果 你可以經常扭 那 但是 有時候可能有些位置 你可能是經常按的那些 那你不會想它經常鬆的嘛 那呢 如果你扭回之後 再 塗一點點 那些上去 就會令到 那個螺絲 就會 嗯 會 實的情況 就會 少少少 我不知道是否合理 那這個呢 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 我的手指甲 對 那 然後 就是這個 透明的一個 收納箱 這樣 它就有一格格 不同的 內格 那 那首先我剛才說過 會有螺絲 這一樣東西 那所以呢 當然就是會有這個 螺絲 那就是 如果有些螺絲 突然間 有一點鬆 一下的時候 就可以扭回 那 然後呢 這裏有一個 鉗 那樣子 那其實就 沒有什麼好會用到的 那但是 又 不是沒有用過 那所以就長期都會在這裏 還有一個螺絲批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 裝 那就會變成一個 剪刀的東西 那 那 這個都非常方便的 我覺得 那 然後呢 就 不知道為什麼 有條鐵線 在這裏 那 然後呢 這裏呢 就有 不同顏色的 圈圈的東西 那其實這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些就是 叫做 Tuning Brain 那樣 這個呢 就會幫你 去 去 調音 調適合的音 那是這樣的 那真的 就這樣 那一邊就說完了 那裡呢 那另一邊呢 那我非常喜歡這個盒子 因為它呢 很積極的 有兩邊 那 那麼 首先是 第一格是 有一些 黃片 就在這裏 那就是 接著第二格 都是 黃片 這三格是還未開包裝的 總之這三格是放了後備的 最後一格小的這格是用來鼻塞 或者你可能有點頭暈 這個可以用來塗在鼻孔上嗅 或者你可能塗一點 好像香港的白花油一樣 因為我的鼻敏感比較嚴重 而且我其實有點喜歡這種味道 它又不是白花油的 就是普通的Eucalyptus的一些味道 我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有時候想省下神也可以嗅一下 鼻塞也可以嗅一下 剛才我說的頭暈也可以嗅一下 我先把這支放進去 這裡有一個耳塞 這個也是一個耳塞 打開之後就會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耳塞 為什麼會有這些耳塞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 Troy Orchestra的時候 可能有些... 我們Clarnet就是Troy Brass 就是童館樂的前面 有很多時候一些 歌曲就會是很大聲 或者都是Percussion 所以需要用到耳塞 就是保護雙耳 要不然就會耳聾 就是這樣 OK 讓我先把好東西放進去 所以這個盒子就是我一些小工具 然後就是有一卷這些五線譜的膠紙 這個其實主要... 我自己演奏上 或者是... 自己演奏上 就比較少用一點的 但也不是沒有用過 例如有些譜 可能在印刷上 是有些錯漏 可能有一兩個音是錯了 或者有整個bar錯了 我就會貼這一個上去 寫一些對的音 而且在我教學上 也有些用的 因為有時寫一些... 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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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有時可能會貼這些 在我那本notebook那裡 我就說 你可以可以製造四個bar的 短短的... melody 就是... 在教學上會用得比較多一點 然後就有沙紙一張 其實這個沙紙有什麼用呢? 就是用來... 磨的 我們通常買一盒的黃片回來 未必說快快 都是製造得很好 可能有時候 你買一盒是3.5mm的 其實是3.5mm的 但其實有些會厚一點 會令到難吹一點 或者可能 有些不平均 就是整塊黃片 可能不是... 一邊厚一點 一邊薄一點 有這些情況 你會在吹咒上 你就會發現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沙紙去 磨 放在磨片 然後就有這些 Mouthpiece Cution 就是... 放在 Mouthpiece上 然後就可以... 因為我們放... 我們這兩隻門牙 就是會... 咬下去... 吹咀 這樣就會是... 保護吹咀 對了 這裡這一格 已經清空了 這樣就輪到真的大的這一格 這樣開了之後呢 首先會看到一些貼紙在這裡 這樣就是有一些... 我以前去過的一些festival的一些貼紙啊 一些牌子的貼紙啊 總之貼紙啦 就是... 這裡就是... 放在我卡通的地方 以及一些配件 也就是... 這裡呢 總共有三支卡通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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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有... 兩塊這些... 就這樣抹... 一些掌握的布啦 對啦 那... 沒什麼特別啦 那... 裡面呢 就是這樣的 那... 那... 你就會看到有不同的部分啊 那... 那... 這裡就是... 上排掣 和下排掣 那... 這裡有一枚是... 那... 那他就是... 那... 這...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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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個小小的圖案,有另外的配件 這裏有一個Read case 我常用的Read case,就是放在這個Case 這個Case會監視你究竟是否夠濕潤 需不需要加水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Read case 這裏有一個比較生熟的Lagature Lagature是用來沾著黃片的部分 這裏有一個皮的Lagature 這裏有一個很窄的,有另一個口袋 這裏有一個E-flat clarinet 先放在這裏 它比起我剛才給大家看的口袋比較小 你可以看到分別 這個比較大,這個比較小 E-flat clarinet是一個小小的 所以在口袋上都有不同的尺寸 裏面的內籠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What's in my clarinet case 裏面有什麼,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是沒有看到我怎樣介紹我的Clarinet 其實我就是因為想拍另一條影片 就是專門講我的三支Clarinet 我就會裝陷給大家看 介紹他們這三支的分別 他們的名字是什麼 還有可能會吹奏少少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會知道音色上的分別是什麼 除了它的尺寸之外 這條影片純粹就是講究竟我這個Clarinet會裝什麼 今天這條What's in my clarinet case 的影片就到這裏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些 關於音樂和音樂的題材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們你們怎樣看 你們會想我多分享 還是不要再分享 這樣吧 我自己其實也想多分享給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很感謝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問 或者有什麼想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分享出去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